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朋友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 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不少家庭都因为夫妻的关系 或者是夸代教养的问题 出现种种的矛盾和冲突 《与明人对话亲戚教育》系列广告 第四集的主题是 《将快乐大级孩子》 夫妻关系 两代教养 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 家庭发展基金总干事 资深亲子及家庭教育工作者 罗乃圈女士担任主港嘉宾 罗女士将会探讨 原生家庭对下一代的影响 特别是夫妻关系 以及夸代教养中常见的冲突 她将透过自身的经验和例子 和大家分享 如何为孩子 营造快乐成长环境的秘诀 应该有公公婆婆 有哪个公公婆婆 夜夜妈妈举手 即和我同辈的 大家好 可不可以开心啊 臭孙 开心 是的 我一会儿说完我就回去臭孙 另外 很希望大家予此打气 什么叫打气呢 就是拍手打气 这个拍手 是我有个好朋友 现在已经不在这里 罗慧娟 如果你知道谁 就教我的 如何拍手呢 我打一次 你跟着我拍 你要跟着我就会齐的 幼稚园学生做到 你们没有理由做不到 不要拍着 你看着我的节拍 哟哟哟哟 哟哟哟哟哟 耶 行不行 跟我一起拍就会齐的 幼稚园学生一次就不懂 你可以 corrections 一二三 哟哟哟哟哟哟 哟哟哟哟哟 哟哟 没齐吗 你说 差点 准备 拍完这一次 一二三 哟哟 喊!喊! 彼此打氣很重要 在經濟低迷的時候 我講這些家長的討論 我就叫大家加油 我們每個都要加油 今天的題目 《將快樂帶卡牌子夫妻關係兩代教養》 讓你們看一個報告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有這樣的報告 叫做《世界幸福報告》 香港排名就下跌了 雖然人均GDP超過4.9萬美元 不過幸福指數一直下跌 但又與錢無關 你覺不覺得? 一個人是否幸福 其實與心境很有關 你賺多少錢不是最重要的 到底在我們的孩子 在我們的孫兒心目中 什麼叫做幸福的家呢? 右邊這幅圖畫 我不知道為何被捉了我 去做繪畫比賽的評判 其實我畫畫是不合格的 但因為她說家庭 小學三年級 她的可愛之處是 你看到爸爸媽媽和小朋友都怎樣? 笑的 然後這個小朋友就寫了 我希望我的家屬整整齊齊 舒舒服服 窗外有山和雲 還有一盆不會丟借而巨大的花 你猜到想要什麼? 有人猜到有禮物 我告訴你 又不是麵粉花又不是膠花 又不是用不同的物件做的花 不是那樣 在一個小孩心目中 她覺得巨大而不會丟借的花 是嗎?有沒有人想到? 是嗎? 嘩! 還給她一點掌聲 愛 什麼愛? 誰對她的愛? 十幾天 很厲害 很少一擊即中 爸爸媽媽對我的愛 就好像一盆不會丟借的花一樣 我在頒獎裡見到他們一家三口 真的是這樣笑 你如果很想知道你的孫子 你的兒女如何看你 你叫她畫一幅家庭的畫 你就會知道 如果你經常不笑 她就會畫你的嘴是一條線 為何覺得夫妻關係這麼重要? 我之前是做青少年工作的 發覺很多青少年問題 跟家庭有關 所以我轉了 從2001年到現在 我做很多家長的教育 但發覺 教式來教養子女 都不夠這件事重要 是嗎? 夫妻關係 夫妻關係說 男女其實很不同 這幅畫很有趣 有趣之處是什麼? 她覺得男人是一個implifier 只有一個兒子 女人呢? 有很多兒子 稍後解釋給你聽 覺不覺? 老公覺得老婆有很多兒子 第二個是一個工程師 她說 女人等於時間成錢 錢和時間 時間等於金錢 所以女人等於金錢 金錢就是problem root of all problems 所以女人等於problem 這個很男性 讓大家看看 只有淡笑 我們下去看看 男女有什麼不同? 話題 男人喜歡說球 說車 是不是? 除了自己什麼都說 女人呢? 說自己 時時轉換話題 所以老公你不要介意老婆跟你說 本來就跟你說買洗耳機 突然又說不是 我又說旅行 跳來跳去 叫做跳躍性思維 男人的溝通角色 男人就是解決者 如果你跟老公說 我今天很不開心 上班 你以為老公說什麼? 辭職 你以為我養不起你? 辭職 解決問題 但女人呢? 不是 我們喜歡溝通 喜歡表達 我不高興 我打電話給A 談完 夠不夠? 不夠 還要打給B C D 目的處理狀況 一有問題 他就問 什麼時候? 發生什麼? 出現了什麼? 但女人不是 最重要是你明白我 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 這樣就夠了 面對壓力 可能你們也聽過 男人是不會說的 有什麼不開心 不說 動中思考 他在沉默 但女人就要越說越清晰 很快很急地表達 在語詞 男人是少的 我記得我以前讀過一科 叫做media and woman 講廣告 你發覺那些廣告 多數是有權威性的 是男聲 有沒有留意? 根據實驗證明 男人說這隻洗頭水 因為男人很少說 根據實驗證明 那些東西是這樣的 那些這樣的 全部都是女人的 男感情表達是含蓄的 有人說一分鐘的談話裡 男人有多少種表情? 多少? 一種? 好東西 女人有八種表情 你看我的樣子就知道了 已經變了很多種表情 看事情 重目標 重過程的意思是甚麼? 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男人買廁紙就買廁紙 女人買廁紙可以買兩袋東西出來 同意嗎? 描述 有話直說 但女人就喜歡轉彎抹角 最喜歡轉彎抹角是甚麼? 要你猜我喜歡甚麼 最好我不說你就買到了 姿態 男性自信權威 女人是謹慎 愛意表達 男人是會行動的 女人喜歡聽 我愛你 會喜歡聽的 雖然我們這一代 我們上一代不說 我們這一代也說說的 我們下一代經常說的 有沒有覺得? 你有沒有看到兒子和女兒經常搓 算吧 我最近才看到 女兒 你嘴對嘴 我們那代不是的 覺得不衛生 重視成就人際 溝通地雷給大家看看 我知道了 我聽的 說甚麼我都明白 幫對方表達 本來這句很好 謝謝你今天幫我洗碗 但是 你如果每天都這樣做就好 沒了個但字就好多了 都是我的錯 你又來了 你在哪裡 你知不知道多少點 這個隨便你 昨天也有人問我 你說怎樣就行 好嗎? 一般的 是嗎? 都是疾疾的 離婚就不要提 這叫溝通地雷 在夫妻之間 尊重對方 你這個想法太差勁了 我都做了很多婚姻的託 我記得有一次聽到這樣的故事 在加拿大發生的 兩夫妻中年移了民去加拿大 誰找到事先做 老公還是老婆 你猜吧 老婆 每個人都回答老婆 對 老婆能屈能伸 老公做經理 去到那邊 找不到經理 所以老公就在家做家庭主婦 在洗衣機裡拿一件衣服出來 你猜他怎樣浪 就這樣踏上去 老婆看到說什麼 就是說錯了這句話 你是不是男人? 連浪一件衣服都不懂 你真是無用 各位太太 各位姐妹 千萬不要說這句話 會死的 然後男人聽到被罵說沒用 就走到附近 超級市場 誰知道走的時候 離遠見到一個 樣子有點滄桑 頭髮有點微白 很熟悉的面孔 迎面而來 然後她就說 哎 Judy 這是假名 不要對號入座 你怎麼在這裡 哎呀 Thomas 為何你在這裡 我想問你 Judy是Thomas的誰 四個字 四個字 你沒理由知道 小妹妹 她是否說到那四個字 對的 給她一個公仔 給她一點掌聲 好嗎 猜到嗎 錯亂情人 一段婚愛情 就是因為一句無用 發生了 我不是告訴你 早約了人 不能夠和你吃午餐 其實你不如說 我今天有點累 安靜一下 這句就最糟糕 阿強的太太 真是幸福 有個老公 又懂得剝蝦殼給她 你有沒有聽過 那些剝蝦殼的老公 你想不想 不想我 我也不想 好 家庭中五種愛的語言 這個很重要 我記得我女兒結婚之前 我叫她做婚前輔導 她教識我一件事 我以前以為 你五種語言 你最喜歡的那種 就跟著用那種 原來不是 你要看你的配偶 看你的孩子 受哪一件事 肯定的語言 當然是說 你今天很帥 五十歲還是這麼英俊 這些叫肯定的語言 你以為我是哪種 我有那種 像我的愛的語言 沒理由想不到 是禮物 收禮物又高興 送禮物又高興 身體的接觸 抱抱緊 在二十年前,我有一個講座叫做《中一求生方程式》 有個媽媽跟我說,羅小姐 我兒子升中一,但我不懂教他 我問你平時用什麼方法? 打他吧,罵他吧 我問還有另一種,除了打和罵,還有什麼? 抱他,鼓勵他 她問什麼叫鼓勵? 我問你抱他,拍他的肩膀可不可以? 她倒下頭,想了很久 她說,羅小姐,我坦白告訴你 我這麼大的女兒,都沒被爸爸媽媽抱過鬥過疼過 我不知道什麼叫抱著我兒子 我當然可以很機械性跟她說 你一手四十五道角微屈 是嗎?是不是這樣? 我當然不是 我叫她走過來 我抱她,一直哭 當時我很大感觸 我沒有想過有一個這樣的媽媽 我也不怕告訴大家 當時我做了二十年親子教育 在不同的地方 原來也有這樣的媽媽 她一生沒有經歷說什麼叫愛 所以她不懂得愛 不懂得愛的語言 精心的時刻 其實陪著就不用日陪夜陪 就變成日餓夜餓了 是不是? 經常對著她是不行的 要有精心的時間 服務的行動 例如泡茶、煲咖啡、煮東西給她吃 這些都是很好 我覺得作為父母或祖父母 你們想想你自己喜歡哪種語言 你會猜到的 譬如我和我老公最初很不合適 因為她喜歡服務 她覺得沖咖啡給我就是愛我的 她經常買書給我 因為我寫書 她就送她辦公室的書給我 我覺得沒有誠意 你明白嗎? 你在辦公室買到 她說,你要什麼禮物? 我說,很有趣的東西 去Gift Shop買些小蠟燭 我知道了 到那年情人節 我就買了一隻 好像獅子頭Lion King的蠟燭 覺得很可愛 我看到她拿著一個袋子很長的 我一打開一份禮物 你知道嗎? 一打白蠟燭 我說,為什麼你送蠟燭給我? 她說,你說是蠟燭 我們磨合了幾十年了 慢慢慢慢 是可以的 不過你要告訴她你想要什麼 實踐夫妻恩愛之道 我覺得很重要 這十件事我也在做 有共同興趣 另外,我以前只有一個說字 今年我們一起做PT Training 有沒有人聽過什麼? 體能訓練 我現在這樣做到八十下 一起打乒乓球 最近還玩了保齡球 尊重彼此空間要有me time 第三,我幾個月就會出去外面度假也好 去哪裡玩一天也好 睡覺之前不要讓對方生氣 每天用愛的語言向對方表達 我們每天晚上都會用一段時間喝一杯Rebox Tea 南非國寶茶 沒有咖啡因的 那就聊聊天 都是每天做的 有共同的朋友 我們有九個 我們叫九男女 說得好笑 一起喜歡吃大閘蟹 這群人一起去旅行 信任 不要疾度 一起成長 共同分擔家務 一起夢想 我和我老公在三年前 我們兩個旗嬰 我們都叫自己做旗嬰 開始了一個YouTube 叫做雙劍合璧 是的 是很老套的 我女兒說你這樣老套嗎 我就是老套才記得 是嗎 其實家庭很影響下一代 為什麼我經常說夫妻關係影響下一代 這裡童年逆境的影響是很深的 什麼叫童年逆境 言語的虐待 我見過一個學生 他爸爸媽媽說他是廢物 他一直都沒有自信 我用了很多時間去 希望他撕掉這個標籤 我相信他爸爸媽媽不是有心的 爲何爸爸媽媽會這樣說 因為上一代就這樣罵他 他就照樣罵下去 性的虐待 身體的虐待 感情忽略 都很嚴重 什麼叫感情忽略 我看到你們在這裡 我也很安樂 為什麼呢 在深水埗 我也不怕說過地區 有一天我去講座的時候 有對夫妻 就走來跟我說 我女兒十二歲 突然之間不理會我 我十二歲 突然之間不理會你 你平時怎樣跟他相處 他說我們兩夫妻在大陸開廠 一個月回來一次 就把他給公公婆婆照顧 不過最近我老婆不用在大陸幫我了 就回來照顧女兒 但女兒不理會我 是否覺得很奇怪 我叫人們猜 多數會說 那女兒青春期 那女兒拍拖 都不是 我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是 十二年 你都跟老公在大陸開廠 我問我為何你要回來呢 因為我生了一個兒子 老公叫我不要工作 回來照顧女兒 順便接女兒回來 那女兒十二歲 知道媽媽為何要接她回來嗎 明白嗎 當然明白 那女兒為何不理會媽媽 你也猜到了 她問我 有甚麼辦法補救 我說 我沒有甚麼靈丹妙藥 因為你說的是十二年 你說的是突然間有個兒子 你接他回來 我問你盡量盡量陪他 感情忽略 都重要的 不過你們在這裡 我相信你們不是把他放在這裡 還有家人入獄 毒品 家庭暴力 精神病患 我都不怕告訴大家 其實我爸爸是一個情緒病患者 很嚴重 在中學時代 我是很不容易度過 不過靠著信仰 靠著很多正面的閱讀 有今天的我 所以我很想跟大家說 原生家庭 對一個人的傷害是深的 用慢慢慢慢滅掉 這裡 家庭影響我們是甚麼呢 行為 聊天 想法 很簡單 大難臨頭 甚麼是大難 可能你今天開車被人欺負 去買菜 又被沈罵 這些是大難的 你心裡 出來的那句話是甚麼 死定了 這次行衰運 還是沒有問題 這些可能是家庭影響我們 讓你看看 兩代了 終於說到 我都在這裡學習 不容易的 我告訴你 是不是很不同 我們的孩子 跟我們教養 是否很不同 是呀 頭髮 頭髮都脫了 好 讓你看看 夸代教養衝突 成長背景不同 四大長老 跟爸爸媽媽 背景很不一樣 我更困難 我的女婿是講英文的 是American born Chinese 跟她的磨合是很不同 你知道美國人 直腸直肚 no就是no 生活習慣 我那一代 她如果要睡覺 我會這樣放下她 然後她張開我 我又抱起她 她完全睡著 我才放下她 是嗎 是呀 有些頭髮 你知不知道她們現在怎樣 睡 說完故事 放在她的房間 睡 她哭甚麼 睡 哭到擦天 睡 我很記得最初 那個磨合 是我實在很難過的 你明白嗎 乖孫哭得 像湯豬一樣 然後她們就要訓練她 但是能否訓練她 可以 還有食物 很不一樣 現在不准吃那些醃製的 沒有營養的 有一天我乖孫看到我吃那瓶50多的花生醬 你有沒有聽過 即是比50歲以上吃那些 我乖孫志祖 我吃 我吃 你吃 原來她們就要吃這麼清淡的東西 管教態度過嚴過 我送我現在終於命了 孫對公公婆婆夜夜麻麻 是要你做甚麼 中的 真的很難解 照顧方式很貼身 不會這麼快給菲傭 不過體力不足情緒問題 還有移民的問題 今天不鬥 不過真的都發覺很不容易 如果有年輕的家長在這裡 你真的打算移民 就不要走 先跟家父母說 很傷的 我剛剛去完加拿大回來 就跟移民的家庭說親子的講座 有些出來都真的覺得很不容易 特別我們這輩子 再去外國再生活 又不會開車 或者未必夠膽開車 十大提醒好嗎 體諒祖父母需要 不要過度依賴他們 禮拜六禮拜日讓他們放假 我會逐樣逐樣說 你可以拍下他們 不過逐點我都會說少少 體諒祖父母需要 體力 有沒有覺得視力衰退 各位公公婆婆夜麻麻 有吧 原來43歲是香港戴老花眼鏡的平均年齡 我本來很自豪 我的眼睛是二十二十 大到43歲 真的要戴老花眼鏡 現在除了老花之外 你猜還有什麼問題 所以各位 你剛才說的事情 例如那個小朋友 我不是很聽到的 心理是很害怕的 我女兒問過我 可不可以帶兩個乖孫去迪士尼 我說不行 責任重大 四歲半兩歲半 有什麼閃失 是不是 哪裡能追到 不會單獨的 有一天我在教會 看到一個跟我爽口的姐姐在搓腳 我說你什麼事 她說那天我臭孫了 弄傷了 不過你千萬不要告訴我的女兒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 對呀 一說就沒得臭 千萬不要說 自己受傷 不會說 但是父母也需要休息時間 尊重她 要叫公公婆婆 爺爺媽媽 不要叫什麼 餵 他們不為自己著想 覺得咬牙關 有病不會出聲 我們有不舒服 我們也不想讓女兒知道 不過女兒又不舒服 又不想讓我們知道 祖父母會覺得你們好就可以了 把自己的需要壓在背後 吃東西就知道了 夾菜 是不是 最好吃的那些呢 給誰 給乖孫的 乖孫的那天就跟我說 婆婆 我想吃 九龍城有一間很貴的水果店 她又知道那間 她說婆婆 你可不可以去那間買水果 婆婆說什麼 好 不過不可以經常買 尊重從稱呼禮貌開始說了 雙 snack 花一杯 hijo父母 我們很高興 對不對 但是我們需要小心 小心什麼呢 搶了父母的風 我是一個好玩的婆婆 然後 satu天 我的乖孫告訴我 爸爸 我想在你家裡住 然後我說了一句 żeby Rose 不想要爸爸 立刻叫 不可以了 是不是 要小心,你知道有些界线 奴妓父母的重要日子生日 用她喜欢的方式搭借她 这件事也很重要 我记得我奶奶在生 我以为我喜欢的东西她会喜欢 于是买一间很出名的店铺的冷衣 每年都买一件 但我从来没有见她穿过 她不舍得穿 直到她走的时候 我发觉那些冷衣一件依然在 我发觉我没有留意她 我没有留意她喜欢什么 我以为这件事她一定喜欢 这些一定有相和气的东西 大范畴 大家对信念价值、学业、语言 我很听我的女儿说的 婆婆你要跟她说翡翠台 即是说中文 不要说英文 所以她就告诉乖孙儿 我不懂得说英文 我家里很严格的 我现在家里的厅是没有电视的 因为女儿家里的厅也是没有电视的 她们是培养她们从小阅读的 到现在还能持守 我不知能持守多久 但我也挺佩服她的 她说我真的不看电视 不止不看电视 我进到家里不准看手机 我两个乖孙儿很喜欢看书 我是扶了她们 我最初是 算了吧 不要说太多了 不看电视 不看手机 专心聊天 专心跟她玩 真的两个小时 是有果效的 孩子的安全当然重要了 穿多穿少 我们当然觉得她穿得不够 偏食为食 这也是很多的问题 我想问你 她不吃一餐可以吗? 如果她说我不吃 那怎么办? 真的吗? 很厉害 这么开明 每个都唯有她 妈妈都哭了 尤其是幼稚园的 她不肯吃 那怎么办? 你觉得她会如何? 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那怎么办? 她会很受药 会多病 我说是 不吃一餐而已 而且她如果不吃两餐 她会吃的 有些又跟我说 我要她快乐 我说一下这个 Happy School的概念 你是不是觉得 每天都要快快乐上学? 是的吧? 好 我问一些男士 那你是不是每天都 快快乐上班的? 我自己就觉得 人生有快乐 要上学 不快乐 也要上学 有喜欢吃的东西 多吃点 不喜欢吃的东西 或是没试过的东西 也要吃 我妈妈那时经常跟我说 打仗 不知为什么她经常跟我说 那时就说 日本人打到来 你会没得吃 什么都要吃 当时他们是这样教我们 我们现在不是 上两个星期 我去一间幼稚园 有两个爸爸问同样的问题 她说我们那一代 她说什么都贫乏 所以一定要什么都试 什么都做 她说这一代很富裕 什么都有 然后爸爸问我 我说最重要的 第一样 你不要将她会面对的逆境 挪开 什么叫她会面对的逆境 她可能今天老师喜欢她 第二天再升班 老师不喜欢她 你是不是立刻帮她转校 她去学习 今天那个乒乓球教练 很欣赏她 翌日会骂她 是不是立刻转校 这些全部都是逆境 让她去试 让她去捱 正面不冲突 私下好商量 我家里是旧楼 有堂楼梯 我妈妈很喜欢抱着女儿 她穿高跟鞋 一直唱歌 小妈小二郎 背上书包上雪糖 跟她上学 我跟妈妈说 妈妈 不准抱我的女儿下楼梯 因为会跌倒 妈妈说什么 一定不会 有一天 我在办公室接到电话 飞鸣说 妈妈 你的妈妈从梯下跌 你现在回来 怕吗 如果是你 你会怎样 又生气 又害怕 回到她 看着妈妈 你猜我做了什么 我这一生 我觉得做得最错的事 我自尊 妈妈 我跟你说过 不准抱我的女儿下楼梯 你答应我 你看现在 妈妈看着我 有她托下眼镜 她说 这里裂了 这个眼镜 这里 没有事 我只手遇了 你的女儿在我怀抱里面 没有受伤 我当时还想这样 我立刻想她受伤 我没有说话 有 我说 对不起妈妈 I'm sorry 多谢你 多谢你 我想这个例子 我也很难忘记 我妈妈现在不在 不过 是否很容易会这样 冲口而出 说了一些 你很后悔的事 说sorry 对不对 沟通出现问题 真的搞不定了 找第三者 我也做过一些第三者 其实一家人 哪里有什么 隔夜仇 有时候语气重一点 说的东西 说了其实不可以算数 这个真是 千万不要问 老婆千万不要问 老公 妈妈跟我跌下海 你救谁 你救谁 没有得比较 但是我也要提醒 那些奶奶 有些奶奶和儿子 有一种很深的衣护关系 我听到有个案子 媳妇来到 和老公来探望她 但是 那个奶奶依然是要 切水果 喂老公 大家明白吗 是喂老公 然后还要一口口 苹果 喂到她的嘴上 那媳妇看在眼泪又怎样 不是味道 还有些要求要和儿子睡觉 这种的关系是有问题的 所以要留意 好吗 婆媳妇相似之道 不要说坏话 不要在奶奶面前 曬你们两个很亲烈 奶奶真的很难忍 不要嫂老公 认真继续学习 我现在看到很多公公婆婆 我晚上都听说了 谈听 就不要哆哆嗦嗦 懂得买礼物 哄大家 我的奶奶是说上海话的 是家乡话 叫做朱姊 我跟她谈不太有道理 有一次她在多伦多来探望我 我说你们去哪里 她说她跟老婆去杜米约 我说你们这么浪漫去杜蜜月 她说杜米约 我说你杜蜜月看到什么 她说狮子拿河 原来她去动物园 我老公接受了我 奶奶说什么我都会顺着 我不理她说什么我都会顺着 我老公说有一天 我说一些油价 奶奶说牛肉多少钱 我们两个说到头头是到 其实说两件事 我跟奶奶最特别的沟通语言 是她喜欢牽着我的手 在她过生前那天 我去老人院探望她 她就一直要等我来 等我牽着她的手 在医院的墙楼 走了一个圈 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记得 我们是不能沟通的 但身体预言的接触是一个很微妙的永恒回忆 求同传疑 不能喝可乐可以喝什么 我不说可乐 我说朱古力 我想问现在的爸爸妈妈 能不能给你的小孩四岁吃朱古力 可以吗 爸爸妈妈可以吗 可以 给吗 不给吗 我女儿是不给的 我已经买了一些减糖的朱古力碎饼 给了一块给乖酸吃 她说不说给爸爸妈妈 说 女儿就打来 妈妈 你为什么让她吃朱古力 我说不是朱古力 是朱古力碎饼 她说也不行 那天我跟她有点扯货 我说可以就行 她说我说不行 她说我是她妈妈 我说我是她妈妈的妈妈 我说可以就行 她就收下来 我不想收下来 第二个星期 乖孙又来了 那我又拿不拿那些朱古力碎饼 你猜我 我现在拿了 我怎么会不拿 我又拿了朱古力碎饼 你猜乖孙说什么 乖孙说 妈妈说 婆婆给任何东西我要吃 都要打电话问过她才行 她带我 她赢了 冲突真的会发生 我想告诉你 能不能吃 吃什么 实践五个笔 不说坏话 不要砌刚才的地鱼 不要常常用理理理 不要抱着改变控制 两边都是 有时候有些东西改不了 我是一个好玩的婆婆 我女儿曾经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不用玩的方式教她 我说我尝试 不过我觉得也会失败 因为这是我 不要放大无谓的细节 当时可能有些冲突 完了就过了 最重要是培养三代相处的难忘时刻 可以制造出来的 这两张照片不是我 但这张照片 我女儿不让我拍乖酸的正面 所以背面是美又能看得到 这里是西九 我们去西九环 我跟她玩什么呢 收拾树枝 我们找到树枝 然后我跟她做什么呢 敲打不同的物件 敲打木 敲打篮杆 敲打铜铁的墙 她很开心地说 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婆婆 我说是呀是 敲打了树枝 那怎样呢 把树枝撿过去 撿不了 树枝不是枝枝那么漂亮的 撿了15分钟 撿不了 我就说 回家了 不行 我说为什么 不要放弃 谁教你呢 你 那要不要撿 当然要 我说不要放弃 终于找到一支很好的树枝 我们再敲打 然后我们离开 这支树枝 就叫做不要放弃树枝 到她现在做功课 不做了 不要放弃 对吗 挺好 原来跟孩子玩 不用很多不同的东西 关爱父母 了解你的爸爸妈妈 给父母所有的不是我以为他需要的 关心他的情绪和健康 我有一个委员会 叫精神健康资讯委员会 现在发觉 譬如上一代的精神健康 又或者是照顾者 什么叫照顾者 可能大家当中都是 你是夹心阶层 上面父母进了医院 你要照顾 下面子女 青春期 你又要去照顾 那个夹心是压力很大 今天不是说那么多 但是我很想 大家都给自己一些时间 你压得太紧的时候 你会爆破 七大冬 不要逼孙子吃东西 他吃得够就够了 这个我还没做到 不要给零食 不要鼓励他说大话 不要告诉他 其实吃了朱古力 不要告诉爸爸妈妈 听我由他说的 不要限制他探险 让他去试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一代的孩子 的AQ不够 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伤 因为他们去游乐场玩滑梯 四大长老看着 再加个飞龙 爸爸妈妈 这么多人看着他 不会跌倒的 不要替孙子做他能力 可以做他写 所以书包 谁是什么 他什么 谁是谁 他书包 他书包 不要告诉孙子 都是别人的错 别人弄成你这样的 还有 你如果很希望 子女想读医 就不要期望 孙子又要读医 明白吗 不要把那个期望 放在他身上 因为每个人有 每个人的未来 Dules 这句我真的做的 我经常都对过镜 这个是我的孙子 不是我的儿子 这个是我的孙子 不是我的儿子 这个是我的孙子 不是我的儿子 说三次 不同的 对不对 孙子 你可以说 孙子 还算了 做一个鼓励者 而不是批评者 公公婆婆 最有用的 就是告诉她 我孙子昨天问我 我是不是很聪明的 是 但是我说完他很聪明 又要说到弟弟也很聪明 不要遗忘了一个 他们会吐槽 和孙子的父母 建立良好 沟通合作关系 第三是非常非常重要 有些事情 大家很商量 什么叫大原则 我刚才说的 价值 学校 配合 小原则 穿多件衣服 吃不吃朱古力 算了 有六个字 我很喜欢的 你记住它 叫做 睫眼开 睫眼闭 对不对 接纳自己的限制 原来我已经不是十多岁的 运动健壮了 我打算追求乖孙 是力不从心 虽然你看到我好像整副武装 但不是这么矫折 信念成全成为孩子 孙子的榜样 其实最重要是生命影响生命 我们怎样成全下一代 我爸爸虽然是一个情绪病患者 但他还未发病的时候 其实他带了很多东西给我 包括每天我访学回来 他都问我 有没有好消息 或者他要我学他一样批苹果 他怎样批苹果 可以一刀批完 我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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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他逼我学到 我认识了 第一天 我吃完饭 我批评过 他爸爸就这样 我女儿就说 Stop Daddy Let my mother do it She is great 听得明白吗 我让我妈妈来表演给你看 所以我一刀批了 我为何开心呢 因为这些不是我说的 是好像一幅图画 由我爸爸传给我 由我传给我的女儿 我女儿告诉我孙子 是我最有自豪感的那一刻 家可以大可以少 能遮风避雨就好 家可以炒可以闹 没有恩怨情愁就好 家可以哭可以笑 一家和乐开心就好 家可以穷可以富 家人陪伴温暖就好 家可以远可以近 不过要记得回家的路就好 家可以老可以救 我们公公婆婆婆ivat 一起读最后一句 加一二三 加可以老可以救 上回家陪爸妈就好 我们看到他们真心 ک糕 弗呂�itti云表 biscuits 我出来讲暑微消息 你們應該都會覺得我們的原生家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東西 我們是覺得不太理想的 我們不想傳下去的 我姑且現在叫她做一些不太好的基因 那有沒有方法我們可以盡量避免我們的不好的基因對我們的影響 我們不傳這些不好的基因下去 我想請教一下羅女士 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給我們的家長 其實最重要是我們能夠察覺到這件事 發覺到原來自己所說的東西 或者子女和下一代所說的 原來就copy了上一代 通常就是說話 我剛才所說的廢柴 又或者一些標籤貼在自己身上 那可以如何察覺呢? 你就可以不學習 要改一個習慣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習慣要21日形成的? 通常你要撕掉那個習慣 你就要嘗試留意它 不要讓它衝口而出 所以我經常覺得最重要的一個要決就是叫巴閉 嘴巴常閉 就是要罵的時候不要說出來 大家就安心很多 我們最重要是察覺到自己這件事 知道那件事是不好的 我想改 自然是有方法 我們可以慢慢 不要想著一步到位 因為我們都真的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 我們是有機會可以改到的 其實等於我現在學習 我由直手你懂得打乒乓 又直板改橫板 意識到你就不斷改 看影片 你用很多方法讓自己適應這件事 剛剛羅女士給了很多很有用的提醒 我們有些十大提醒 我和她當中分享的一些例子 我感覺我自己全部都經歷過 所以我在下面聽到很有共鳴 在聽的時候 我也回想起我自己 其實我也是媽媽 當時最多的跨代衝突的時候 就是嬰兒剛剛出生的時候 我當時作為一個新手的媽媽 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 我看過很多肉兒的文章和書 甚至乎我做什麼呢 就是我帶著好的時候 我已經經常在家庭WhatsApp 經常分享這些文章出來的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我希望全家人的方向 大概都是一致的 不用小朋友適應各種不同的教養方法 我希望是這樣的 但是到最後嬰兒出生之後 我覺得可能多少都有些影響 但是又不是完全像你想像的那樣理想 即是出來之後 大家都會是秉持著自己的信賴的一套做法去做 甚至乎有時我發現可能我媽媽 看到我的時候 有一套背著我 即不是背著我的 即是我不在這裡的時候 她又有另外一套 去中一個孫 真的中的 是真的中的 其實我會覺得為什麼這樣呢 如果早點聽到這個講座 我會嘗試一下 會不會有個家庭會議 我們溝通一下一些大原則 怎樣才可以做得更好 又或者我會提醒當時的自己 不要這麼執著 因為真的不可能 你會100%你的長輩 可以跟著你的方向 去幫你照顧小朋友 因為其實他們去幫我們照顧小朋友 我們都已經很感恩了 我相信現在這一刻 都應該還有很多家長 有新生小朋友的時候 都面對跟我當時一樣 很多衝突和困難 我也想請教羅女士 再跟我們做一點總結 我又給你六個字 慢三拍減三分 慢三拍就是有衝突的時候 不是說真的數一二三 你向自己慢下來 不要這麼快就爆出來 你又要自己靜一靜 沉澱 但你又要知道自己有什麼 令你最懵惰的 例如有些最不喜歡聽的東西 但那句話是你聽不習慣 但別人未必說出來 他不覺得這樣傷害你 讓自己靜一靜 我叫萬三拍減三分 就是你的要求是十 給他七行不行 六行不行 朱古力不能吃 朱古力是便宜 可以了吧 有時候都是那句 要睜眼開睜眼閉 還有孩子會受傷 是因為你衝突 孩子會受傷 不是因為你穿少了衣服 穿多了衣服 如果想得通的話 我會慢慢學習讓步 當然我剛才說的父母跟他溝通 例如我的女婿 去到時就會讓我看到時間表 小時候這個時間表 我說我盡量配合 她是出鬧鐘的 對呀 三點鐘要吃飯 鬧鐘就會叮叮 試一下胃 但有時候乖豬不吃 也沒辦法 盡量配合我們做的 因為那個不是我的兒子 我盡量配合她 希望一家人和和合合 無論怎樣 什麼年紀也好 讓自己有開放的思維 繼續學習 你會發覺 你不僅幫到自己 你又幫到周圍的同輩 我們四大長老經常溝通 非常好 我剛好贊同一件事 我又帶回家了 就是我們說衝突 其實就是無論夫妻之間衝突也好 或者是子女和長輩之間衝突 你的小朋友都看在眼中 其實都是對他們有一個很好的影響 我們最不想就是這樣 所以有萬大事 我覺得可以大家退一步 待會兒會閉嘴 這是我今天學到的 可以帶回家的訊息 好 拜拜 我 我 我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